发球抢锅是一项主动技术 所有的世界顶级高手都有很好的发球抢锅 但是也提一个 随着接发球反手拧拉以后 你想有好的发球抢锅 你必须建立抢锅对方拧拉球的能力 就是抢锅上旋球的能力 第二个就谈一下 第一个谈一下作用跟要求 我这上写了七个东西 有七点 第一个就是说的 争抢意识叫抢 什么叫抢锅 要跟对方去抢 不能等 第二个就是拳台都能抢 趋于大 你不能正手能抢 反手不能抢 这个不行 拳台长短的长的 正手反手都能抢 第三个就是进攻手段要多 对吧 我能拉架转 我能拉前冲 我台内能拧 我正手能挑 就是说我进攻的手段一定要多 第四个就是要先手 就是我一定要比对方要快 要抢先 这个 你只有抢先 你的抢攻的次数才会多 第五个就是说的 我的出手要突然 发出抢攻一般讲究的是爆发力 讲究的是爆发力 第六个就是我要有变化 我不能打一个落点 我球路要有变化 落点要多 你上六个东西敢用 你的打法威胁就大 第七个就是 所以我又画了一张图 就是发球抢攻的种类 是吧 发球抢攻的种类 第一个它就是 从进攻的形式上 它正反手都有 长球 有短球 有半出台的球 有上拳球 对吧 就是从进攻的 来说 从落点上 有斜线 有直线 有中间 从节奏上呢 有前冲和加转 现在中国冰范球队 两套上手 进攻的 一套来得及的话 打前冲的 来不及的话 就说没有机会的 打加转的 两套 这个效果 结合起来非常好 还有一个就是说的 还有一种就是说我抢攻不了 我要积极的控制跟反控制 这也算一大类 之后一个就是说要建立一种 衔接的意识 就是说的 我现在打球的话 我发完球不可能一板打死对方 我可能第三板跟第五板 我组合好了 跟拳击的组合拳似的 我利用组合来打败对方 就是衔接技术 我现在跟大家介绍一下 发球抢攻的训练 一个就是说的叫分解合成 就是说的 我进行一种合理的设计 你比如说我把一个球台 划成六个区域 我在反手的 反手位跟中间位的短球 这个区域里头 我以反手进攻 反手拧拉为主 反手进攻 反手拧拉为主 在正手位短球 我以正手调打为主 我在反手长球 我四分之一 以反手上手为主 我在长球的四分之三 以正手跟侧身为主 你就说的 把这些 你今后要使用的方法 先确定下来 就是我们的小孩 现在就是一练发球抢攻 什么都想抢 什么也抢不了 所以有了这个 心里有了这个框架以后 练习起来会方便得多 所以练习的方法也跟大家介绍一下 下午我多球 我介绍了 就是由简单到复杂 要寻须见计 要有这个过程 我开始的时候 我用多球定点 我再打 打到单球定点 单球不定点 最后到综合去练 不要一下练得太复杂 太复杂的话 咱们年轻运动员做不到 也打得很清楚 我朋友讲过 大家今天要求 如果我们做很多课计 我们在许多步 我们要从临定的课计 然后到逆课计 例如 我们可以必须 有几个课计 在同时 同时 同时 等到我们有同时 一个课计 同时 同时 我们就要从同时 一课计 从临定的课计 第三个就是说 我想打好发射强功 我要从小培养一种主动意识 我的四句话 前三句话是教练员要求运动员的 就是强烈想抢一定要抢 敢于争抢 这是教练员要求运动员的 最后一句话是 教练员跟运动员要开动脑筋去解决的 如何去行 教练员要求运动员 最后一个就是说的 在这个发球抢攻里的 就是说的 我们要和自己的打法 要结合 要配成自己的 主要的得分的套路 这点也是很重要 结合的话就不能单调 我这里给大家画了一张图 就是我在进攻 我整个发球抢攻 我以进攻为主 我配合控制 我正手为主 我可能配合反手 我台内为主 我可能配合长球 这种配合意识来说 对于你 你只要有主要的 有次要的 有辅助的 有扰乱的 它才成一个套路 你只进攻 没有其他技术的话 这个打法非常单调 这点也很重要 最后我抓紧时间 我先跟大家讲一下 接发球 接发球来说 它意义也是 跟 发球一样 它也在比赛当中 占50% 而且你接发球 接不好的话 你的比赛 不可能稳定发挥 现在年轻运动员 有一大福音 你说 就是国际兵连 它限制了这个 它改打塑料球以后 限制了什么 这个水溶浇水 无折挡发球 所以发球的旋转 越来越弱 接发球的进攻的机会 跟变化的机会 越来越多 大家可以今后 在接发球上 多下功夫 这里的好处很大 因为IPTF 现在改变 扇软球 变化球 变化球 也在扇转 使用 钢 而且 阻挡球 现在在国际竞赛 这意味着 扇转的速度 会比普通的速度 会比普通的速度 而 现在 如果这种状态 如果球员 能够 能够 现在跟大家说,揭发球就三大类,就三种。 第一种就是主动进攻,包括台内正反手进攻,包括半出台抢攻,包括出台抢攻,包括抢攻,包括抢攻,下拳球,包括抢攻,上拳球。 第二类就是说了,我叫积极控制,为什么这么说,就是说我很多球我攻不了的话,我一定要是快摆短,快皮肠,让对方难受, 被自己下边进攻创造机会,你千万不能就说的,我除了进攻,我都是慢挫,让对方很容易攻我,很容易调动我,那不行,是吧? 所以要积极控制。 Active control means, when sometimes we are not in the right position to attack, or we cannot make the attack, but just don't only give your opponent a soft maybe block, a soft push, don't do that. 第三种就是揭发球叫中性技术,就是不太,好像看着不太规则,但是很实惠的技术。 第三种技术是,就是一个幼约的弦,不是很特别的技术。 这个技术是不太特别的技术。 这种技术不是很特别的,但是很重要。 你比如说,你比如说的,晃推啊、晃撇啊,风车这些你能翻吗?小张位置能翻得了吗? 例如 广推 广撇 翻挑 这些东西 就是非正规的 这个球来说 跟大家说 它虽然没有主动进攻 威胁的 但是它比控制搓球效果要好得多 这些技术不仅是 能够准备的 但是它会很棒 在避免的疾病 和很紧远的疾病 很快速的技术 很紧远的技术 像欧洲的瓦尔德尼尔 而沙姆索洛夫,包括丁姆波尔做的都非常好,中性技术都非常好。 最后跟大家说一下揭发球的训练啊。 接发球的训练,第一个就是揭发球,你得判断,提高判断能力。 判断能力里头要有个小问题,就是说的,大家首先要对球的性能有了解。 我们的运动员有时候不动脑子,对球怎么样制造旋转,对方怎么制造旋转, 我怎么抵消旋转,就是对球性来说,要加强了解,我们这方面做的不够。 第二个就是说,我们加强判断要盯球。 就盯对方,他的动作再多,五颜六色我不看,我就看盯,我就看他接触球这一下。 看他什么,一个看他版型,他版型平的,摩擦球底部肯定转。 他版型是立的,他用力方向往上,他肯定不转。 其他的我不看,这样的话永远不会上当。 hört一下他分担心。 你会说什么,既然比较他冰的、底还是滑。 如果把一类质的身长的,我们就jak挤断。 我说kle 정확如果有嚣诶的甚至些, 第三个就是站位 揭发球站位跟大家也介绍一下 跟打法身高有关系 身材高的两面弧圈的可以站得远一点 身材矮的快攻的可以站得近一点 侧身好的人可以往左半台多站一点 往反手半台 两面弧的可以站在中间的位置一些 第二个就是它跟发球想功一样 就是我接发球 我也要定出我在哪个区域里 我想干什么 这张图有一条线画的是不好 这条线应该没有 但整个的这个意思大家应该明白 第三个我就跟大家介绍一个有效的训练手段 我跟大家说这是一个 我们练任何技术 掌握一项新的技术 都是三步曲 三步曲 就分三个步骤 第一个步骤就是用简单的多球 单球固定落点固定旋转的训练 这个很容易 让对运动员建立一种运动的感觉 多球 单球里的固定旋转固定落点的训练 第二个就是说了 我这个能力有了以后 我拿单球里头 加上一定的判断 步伐移动跟调节 这是第二步 第三个来说 我这些都会了 我小比赛能用 什么时候到大比赛能用了 这个技术才属于你 再有一个就是说了 跟大家就说 这个衔接来说 在接发球跟发球一样 所以我们第一个 就是说要摸清 我刚才说衔接的重要性 我跟大家说一下 中国乒乓球队 现在在统计上的 发球抢攻 一三五板全算发球抢攻 二四板全算接发球 都不单看的 大家要整体的去看这种 自己发球抢攻跟接发球的效果 而第二一次是 第二次是 是选择的 是选择的 这是选择的 比如说 在中国的 Table Tennis 中心 我们讨论的 吃的 吃的 是 不是 只能是 第一次 还是第三次 还是 第五次 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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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所以大家要动脑筋 要找这种回球的规律 你比如说的啊 我搓一个好球 我搓一个好球 第二把对方不好发动 我可能我要在进台跟他去争抢 那我要劈个长球 我一定退后半步 因为对方肯定是长的 你劈个长球很好 如果你站得太近的话 第二把 你就被球顶住了 你这个批的好效果就没有了 这个就是一个规律 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是说的套路 对不对 我这个也给大家画了个表 基本上就是说的 我这个是啊 我打过去球 对方可能回的一些套路 你根据这个套路来说 组织你下一把的话 就会很方便 最后一个就是说的跟大家说啊 揭发球来说 真的很难练 中国冰棒球队最头疼的技术 最难练的 最效果最差的就是揭发球 因为有些东西是训练练 但比赛当中经常出现了 所以希望大家一定在平常训练开动脑筋 而且就是说小孩可以多打比赛 通过比赛去积累总结一些好的感觉 好 今天跟大家讲这么多啊 完了 谢谢大家 这一块挺感觉 thinks 哦 谢谢呀 谢谢 学习 他们 咱冷 词 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